一样是最新消息要来关注清洁剂的原料大厂 合同化学公司 前董作杨尤杰涉嫌无故放宽对客户的收款条件 还几付高额的佣金给介绍商 导致合同损失大概5亿 昨天北检指挥调查处台北市调处这边 兵分了11路来搜索 也约谈了杨尤杰等9名被告道案说明 昨天晚上陆续移送到北检复讯 检掉货报之后追查 发现杨尤杰对客户慷慨 却害得公司成本提高还收不到钱 那涉嫌违反了证交法特别背信罪 在经过漏页询问之后 玉令杨尤杰以150万元交保 前总经理许荣辉也以同样的金额交保 其他7人分别以5万到120万元的金额交保 这些人分别以5万元的金额交保 这些人分别以5万元的金额交保